首先我们要先普及一下这属于最基础的啊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知道 但是呢也有一些呢就是可能只是看媒体讲这个通胀的观点 并不知道通胀对股市的一个影响 首先呢我们先看这个最基础的啊 第一个通胀呢它有两种通胀 一种呢属于温和通胀 还有一种呢叫恶性的通胀 那么如果只是温和通胀的话 对股市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答案是好事 如果是温和通胀的话 对股市来说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它有助推作用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 因为温和的通胀会刺激经济的发展 从而推动股市上行 一方面通胀就意味着流通货币增多呀 对吧 通胀不就是流通的货币多了吗 那么股市当中增量资金数额也就加大了呀 需求也就加大了 所以必然导致股价上涨 那么通胀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呢 就是物价的上涨 反正我是现在已经深刻的体会到 咱们新加坡的物价在上涨了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触到 因为我是很少出门 所以一旦出门的话我就会意识到 这个呢对上市公司的资产来说 它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呢 起到了一个增值的一个作用 在这一方面 它也推动了股价的一个上行 所以这是第一点啊 那么第二点 如果任由通胀发展下去的话 对股市来说就形成了压力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市公司的经营成本不断的增加 可能会发生经营困难等情况 股价就会波动 那么如果政府采取紧缩政策来 抑制通胀的话 那股价就自然就会下跌了 其中呢紧缩政策当中的两个重要手段 就是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的一个上调 一旦上调资金面就会产生紧张的一个局面 股价也就会因此下行 那么针对于美联储当前的话 第一步可能就是缩减QE 这属于紧缩政策吧 所以说一旦现在为什么每个人都在讲 啊这个要缩减QE啊 然后股市就面临着风险啊 其实这个呢 它只是一个结果 关键是这个根本的原因 我们要搞明白 那么综上两点啊 如果通胀在一巴仙上升到两巴仙的时候 意味着通缩的风险减少 而通缩呢对股市是属于不好的 也就是有严重威胁的 所以说呢股价是上升 所以我们意识到 为什么去年后半年的时候 美国股票风一样的上涨呢 我们看到的是结果 我们用技术图表去买股票啊 我们可以做到 因为对我们散户来说了解 你说真的基本面你如果了解不了那么好 我们就按按照技术面去做 短期中短期我们就看技术面呀 那么去年的大牛市我们就把握住了 对吧 因为当时的通胀就是从一巴仙 涨到了两巴仙左右吧 然后到年底的时候 我们设置了一个平均通胀率两巴仙的 那么另外呢 当通胀率非常低的时候 意味着经济是相当疲软的 去年是不是曾经有一段时间通胀太低了 对吧 1.2 1.3 1.5的情况 所以那个时候呢 经济因为是非常疲软的 所以市场对经济的状况就特别敏感 然后从一上升到二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股市好事情啊 所以就暴涨了 那么经济的走强就会推高通胀 对股市有利 所以之前几个月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美联储是在乐于忽略通胀率的一个上升 这也是因为决策者希望看到的 其实美联储希望看到这个 但是这两个月你会发现他们有点着急了 但是着急的话 其实美联储也并没有 着急的是什么呀 什么外面的这些媒体啊 或者说在放风的这些 那最终的话是要让美联储以后要去什么呀 要缩减要降息的 这个也是在施压的一个情况啊 整个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 反向的一个促进作用 所以说你会发现啊 这个呢也就是当前我们都在讲的 现在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去实行这些缩减的一些政策 对吧 那么这个说到这里 我们知道它的一个情况以后 那么我们就要想一个问题 这个通胀是暂时的吗 因为你会发现 每年这个鲍威尔每次都出来 这个通胀是暂时的 所以我们不会加息 我们现在更看重的是一个什么呀 提高就业率 或者说呢 这个更加关注的是经济复苏上面 对吧 那么 现在的一个通胀水平呢 我们知道啊 已经超过了2% 达到了5% 现在美联储还不考虑加息 那么我们就看到现在的一个 现在这个情况 一个危险程度啊 或者说呢 现在面临的一个情况 这个图表呢 是从1960年到2021年的 这是从外边截的图啊 到2021年 大家可以看啊 从1960年到2021年 也是多少年呀 60多年 那么在这60多年当中呢 只有4次出现了CPI高过5% 就包括包含现在了 看啊 一共第一次突破 第二次突破 第三次突破 现在的话呢 就马上是第五次了 看到没有 123 4 现在的话呢 又达到了5% 而且呢 你看啊 这个蓝色线是我们说的CPI 还有个核心CPI啊 就这个黄色的橙色的 你看啊 如果我们说这个橙色和蓝色同时上涨的就在这个位置看到没有 同步的上涨 同步的下跌 不像最近的话 你看啊 即便通胀在上涨 但是其实这个核心的通胀率并没有那样上涨 那么最近的话 大家可以看啊 CPI上涨 核心CPI上涨 现在在开始延续什么呀 有点像之前的这种CPI和核心CPI同时上升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种状态的话呢 其实真正出现的话 也就是从这个1965年到1990年附近 出现过这种情况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啊 从1975年 1975年左右啊 73年吧 因为当时73年大的一个金融危机嘛 你看啊 从73年以后 当时呢 就有了一个长达20年 将近20年的一个恶性的一个通胀 超过了10%的 那么当时的话 最高的时候 平均是达到了15啊 最高的一个月好像达到了40% 这个呢 是一个平均的这个CPI啊 都达到在维持在10%以上的 所以这个呢 也是一个非常 这个极端的情况啊 恶性通胀的时候 不仅股市下跌呀 全所有的就是我们真正的一个大线 大的一个金融危机呀 这就是一个金融危机的一个情况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面临着 这个仗到这个位置 那肯定现在属于一个什么呀 属于一个风险的存在 呃 我们可以看 为什么当时会出现这个 你说当时这个情况 出现这个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啊 在1973年的时候 因为有一个经济危机 那么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一个20多年呢 因为西方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知道经济是属于一个空前繁荣的 为什么会出空前繁荣呢 因为战后嘛 当时不是这个一战以后嘛 呃 1949年是二战结束啊 就是战后呢 因为在这个73年之前 也就是前面差不多20年吧 战后呢 二战后呢 是百废担心的 也是美国的话 国内的过剩的资本和产能 所以呢 它在输出 那么输出呢 接受美国资本输出的国家呢 也就是要 因为战后重建呢 也是有着强烈的资本呀 物资的一个需求 所以呢 冷战的美苏争霸呢 也是当时用美国和苏联争霸 应该这个知道吧 搞军备竞赛 所以科技呢 也是在突飞猛进的一个发展 所以呢 科技成果在工业当中应用 造成了什么呀 生产 就是属于生产过剩的那种情况 有 不管是资本过剩 还是产能过剩 都是属于一个过剩的 所以呢 当时的话 我们看起来是一片 欣欣向荣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知道啊 从那个以后 到1973年以后 爆发了一个大的一个金融危机 那也就是什么呀 这个过剩输入不输不出去 怎么办呀 那就开始过剩了 我们从这个图表也可以看到啊 呃 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一片的欣欣向荣 然后呢 通胀都达到了15% 但是到80年代末期以后 已经转入了恶性的通胀 你看它的一个通胀达到了多少啊 40% 后面的一个高通胀和经济的停滞的状况 是得以扭转的 最主要你看啊 它的一个扭转大概在什么时候 这是1990 然后差不多到95年左右吧 看到没有 95不到95年 93年左右 那么这个时候呢 开始通胀开始回到正常 慢慢的开始扭转 这个时候因为什么呀 因为美国主导了什么呀 全球化 90年代开始的一个加速 这个全球化 然后呢 西方过剩的一个资本和产能 有了去处了呀 生产的东西可以运到别的国家了 对吧 可以让别的国家去接收 所以说呢 这个在那一段时间啊 也是导致了经济的一个停滞的一个状况 那么有了全球的这个化以后呢 我们通胀回到了正常的水平 你看从2000年往这边呢 基本上通胀都维持在5%以下 偶尔的话有上到过5% 那么有这个以后 我们看啊 但是全球化维持了将近20多年 对吧 维持了20多年 将近30年 但是16年开始 逆全球化又来了 前面是全球化促进了全球的一个经济发展 但是从16年开始了 逆全球化来了 很典型的一个就是什么呀 英国脱欧了 然后呢 特朗普当选了 然后呢 特朗普当选以后呢 就重启单边主义 竖起各种的关税的壁垒 那么这个呢 很巧的就是 他和克里芝做总统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当时他也是搞单边主义 所以当时克里芝的时候呢 就是不久以后就有了我们著名的经济的大萧条 所以说呢 跟这些标志事件对应的 也就是全球的商品贸易总额 GDP也是开始逆转了 看到没有 从2016年开始 看到了啊 从2016年开始 它的最高价最高值是52.46开始下滑了 看到没有 开始下滑了 也就是说全球化开始 这个减弱了 因为这是全球的一个贸易嘛 尤其到去年了 我们可以看啊 因为疫情的冲击下 已经跌破了万亿美元的一个大关 现在的跨境投资是越来越少 所以呢 现在又直接导致了商品供给和产能扩 产能扩张的一个停滞 可能我们觉得啊 就是影响了经济 但是这个经济到底影响了多大呢 它是整个一个宏观影响了这个逆的全 它已经变成逆的全球化 那么它的这个全球化的逆转呢 也会进一把进一步恶化全球一个供求关系 那么二者叠加 那就会削弱全球化的一个进程 那么对通胀的压制和缓和作用 对吧 那肯定是压制了对它的一个通胀的一个压制和缓和作用啊 那么其实全球化逆转导致的这个供给 收缩呀 包括呢 现在劳动力 你会发现从2014年以后啊 劳动力也是什么了 劳动力基本上也是 就是老龄化嘛 老龄化是特别严重的 你会发现现在就那种青壮年的劳动力会逐年 这个减少 所以劳动力的这个嗯我们说叫什么劳动力就会更加的值钱 对吧 你雇佣人的话你肯定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没有什么人口红利了 因为你很难招人呀 对吧 当然呢 除非以后都变成机器人化啊 我觉得最主要的这个对这个人口红利这个耗尽呢 大家也可以想一下还有一个机器人 以后如果真的都靠机器人的话 那这个就这个因素就可以减掉 但是呢现在税率提高 这个所有的几个因素加一起呢 就会导致这个通胀 它不会是特别短期的 所以说呢 你会发现啊 特了这个鲍威尔天天说 这个是短期的 这个是暂时的 但你说他们能不知道吗 他们这都属于宏观大家呀 那美联储的那都是超级的牛人呀 我们还能相信 就是他们是怎么着 嗯 不如我们去分析的事情呢 那么严重吗 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人 他肯定看到了这个 但是他为什么就说暂时的呢 因为呢 在大家知道啊 在73年大的经济危机的时候呢 当时他们也是这么说的 说这个通胀呢 是暂时的 然后呢 整个西方国家呢 因为产能过剩陷入了经济的一个停滞 美国的通胀却刚刚起来 你会发现啊 所以说现在的话 很多人说通胀很严重了 但是对美国来说 影响远远不如对其他国家的一个影响 这个是大家要知道的啊 美国因为 毕竟老大嘛 对吧 他是现在还在宣扬通胀是暂时的 但是你会发现和70年一样 当时的话 70年的时候 美国停这个通胀 刚刚起来 西方已经不行了 西方已经特别经济停滞了 那么美联储这么说 最后呢 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 造成了恶性的一个通胀 那么美国最新的通胀率呢 达到了5% 但是这一切看来 可能只是刚刚的一个开始啊 所以他们现在 因为他们的一个如意算盘是什么呀 继续印钱推高通胀 因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美国的债务太庞大了 现在的资产价格又处在高位 美国只能这么做 这是他唯一的一个这个策略 所以那他怎么去说呀 那都已经这么高通胀了 那他怎么说 他只能说通胀是暂时的 所以如果啊 真的美国再把钞票继续印下去 我们其他的国家呀 你看欧洲呀 包括呀 其他那个德国呀 你可以发现 你看当时德国呀 出现的那些情况 都快顶不住了呀 欧洲的国家 西方的国家 包括我们亚洲的国家 一样的 很快就会支撑不住 但是呢 可能美国的通胀 并不如我们的这么厉害 他还能接受 因为他还可以继续印钱 所以呢 这个你会发现 现在啊 美联储通过超发美元 其实也是在偷全球储蓄者的钱 你会发现我们的钱不值钱了 所以为什么说很多人说把钱呀 存到银行 存到银行真的就是贬值啊 对吧 你说在美联储持续放水的 这个背景下 最好的通带来 这个对抗通胀带来的超 超票购买力就会贬值了 你发现我们同样 你可能有100万 对吧 我们中产阶级 假设你有100万 你的100万可能以后慢慢的就顶70万 可能甚至等顶50万 这个呢 所以说你会发现啊 通胀会带来你的购买力的一个贬值 所以说你说今天我们讲这个话题 真的是危言耸听吗 你说这些宏观的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 关心这些宏观的东西有啥用呢 还是有用的啊 现在的话 基本上你会发现我们真的是贬值啊 你会发现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计啊 因为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叫什么呀 你可能连食品都涨价 关系到民生的东西都涨价 而且呢你会发现现在各国的话 那种政策呀是打压房市 你又买不像之前的房子涨那么多 哎呦怎么的怎么回事 你不像之前房子还那么疯狂的涨 现在房子不是一直在打压吗 虽然也会涨 但是呢不像之前的那么需求量大 包括老龄化的一个严重性 所以说你会发现那你的钱往哪里投啊 对吧 像前一段时间南非不有暴乱吗 又抢劫又暴乱 其实也就是通胀起来以后 有些老百姓都扛不住了呀 吃饭都成问题了呀 那么就不得不加息 你会发现最后啊 就不得不加息要干嘛呀 抑制通胀啊 你可能说美国不加息 但是呢你说我们别的国家不加息 不去抑制这个通胀 别的国家受得了吗 受不了的话 你就会加息累积几次以后 你就会带来债务的一个崩塌 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全球的金融危机 有可能就形成了 但是呢美国不一定 对吧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像很多人有人预言说大的金融危机可能会发生在2022年前后 其实在去年年底我讲课的时候也一直给大家讲这个观点啊 但是因为现在行情这么关键的时候 我也不不愿意去讲这些东西去吓大家啊 但是呢金融危机早晚有一天它可能会到来的 因为这个现象它肯定会发生的呀 因为美国加息 美国它是刚刚开始 就像我们2008年的时候 大家可以知道 次债危机是由美国引发的吧 但是最后受影受影响的是我们全球的其他的发展中国家 而美国受影响 它是第一个从那个经济危机当中回过神来的 对吧 然后呢 它引发的 它使劲呢 搞那个这种 你看像现在使劲搞通胀 然后呢 引发的其他国家受危险 然后呢 它第一个它又恢复过来 因为它有印钱的这个权利嘛 这当老大就有老大的这个优势嘛 所以说现在的话 我们对我们来说 那么这个情况必然会发生 我们的一个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你要让你的资本不贬值 这是最根本的 你不要说它增值 但是你至少不能贬值吧 那所以说在这个 你看楼市被压制的情况下 那我们资金剩下的流入的方向到哪里 因为你要知道啊 因为通胀严重 钱是越来越多的 所以你的钱才会贬值 那么这么多的钱 它总得去一个地方 去什么地方呢 楼市如果一直被政策打压的话 那资金就只剩下两个地方 一个是资本市场 也就是咱们 对吧 咱们至少 不管咱们是大的一个资本 还是小的资本 你去不管做股票呀 你做外汇呀 你做这个黄金呀 你做白银呀 这种叫资本市场 叫投资 这是一项 钱是必然要进入到这个行业的 还有一个就是大宗商品 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啊 在未来一年多的时间内 可能最具爆发力的投资品种 还是是大宗商品 因为通胀现在还没有结束 所以这一点呢 大家一定要心里有一个大的 一个宏观的情况 然后呢 你再去布局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宏观的想法 我在布局的时候 我又短期的操作的时候 我可以按照庄家去买卖 对吧 但是呢 我买的品种 我会侧重于什么板块 那所以 那你可能目前 你的眼光要多看的是什么呀 大宗商品啊 这个大宗商品 应该是从两个月前 三个月前 我们就一直在给大家讲吧 因为通胀 所以大宗商品在上仗 但是大宗商品上仗 它也不是直向上仗的 仗一段时间肯定会有回调 所以回调结束 又是我们进场的机会 这点大家要知道 这是宏观的策略 然后呢 我们也知道 我们是处在一个最好的什么呀 职业当中 你要真的金融危机 经济危机发生以后 因为通胀引发的话 那你只能去投资 所以现在我们学习投资 是至关重要的啊 所以咱们不管是会员 还是说我们第一次来的 现在还来得及 要学习这些方法 等啊 等真的经济危机 起来以后 那种就危险了